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树莓派这种单主机版的这种小的原型版电脑和一个普通的硬盘 一个USB的硬盘搭配做成一个苹果的时间返回仓 以前叫这个Time Capsule 这个在苹果上有很好的一个易用性 很多用户在不插硬盘的情况下 就可以实现电脑的一个备份和一个远程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拷贝 如果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一个公司的工作组里 都是一个极其方便的一件事 那我今天呢我就想把这个技术呢 分享给这些黑苹果的这个使用者 如果你想获得一个Time Machine的这个使用方案呢 最简单的方式当然是去买一个 以前是这样 但是现在呢 你想买也买不到了 因为苹果呢 已经停产了这个Time Machine的这个设备 我们现在只能 如果我们想享受这个服务 或者是享受这个软件提供的这个备份功能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这个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 我们需要一个SD的散唇卡 然后放到卡帖里 我们把下载好的Raspbian的系统给烧录到这个Pi里 烧录的过程当中呢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系统下载的地址 我们点这个Download 然后这里边出现了几个 我们点这个Raspbian 这里边呢提供了三种系统 一个是带有就是推荐的软件的 这个系统比较大 还有一个是带桌面的一个系统 还有一个是非常精简化的一个没有桌面的一个系统 那这次呢 我就用这个没有精简化的这个系统 如果说你对精简化的系统呢 有一定的障碍 你希望呢 多多少少有这么一些图形化辅助功能的话呢 那么麻烦你下载这个Raspbian Bastard with Desktop这个版本 把镜像烧写完成 我们把这个SD卡插到树莓派上 如果你家里有闲置的显示器呢 你把它接到你的树莓派的这个显示的接口上 它有一个mini display的接口 然后显示器上就会显示这些信息 我们登录到这个界面的时候呢 它会让我们输入这个树莓派的密码 它的默认用户名在没改的状态下呢 是派Pi 密码呢 就是Raspbian Raspbian就是Raspbian 回头我会把这些都写到这下面 出现这个绿色的这个字符 加上一个Dollars呢 这个就说明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它的用户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要获得它的IP 就是sudo控格Raspbian 横杆C-O-N-F-I-G 这个时候到了这个界面 我们开启它的SSH这个模式 选择第五个选项 打开以后 选择第二个SSH 我们把它给变成开启 这个结束以后 我们顺便再选一下 第八个选项update 这个下面有这个进度 它就开始了 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干一些别的 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可能要持续一到两个小时 这个完全依据于你网上升级 以及这些代码执行以后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期间 你完全可以参照这个百分之多少进行的一个程度 你去干一些其他的事 比如说你去冲杯咖啡 或者是看一会儿树 或者是看一会儿电视 这些都不影响 完成以后呢 它又再回到这个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选择第一个选项 改变你的这个密码 我们同时也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配置 当然我们也需要退出 刚才说我们要获得它的IP 所以我在这儿敲入IP help 他跟我说有这样一些参数 可以获得IP 比如说IP address 那我就敲IP address A-D-D-R-E-S-S 我这台树莓派的IP呢 是192.168.50.04 端口号是24 还有一些直网研码的这些信息 我不需要 把你的这个地方给记下来 如果你记不住呢 赶快拿相机拍下你的屏幕 因为以后我们设置的时候要用到 如果升级完成呢 尽可能敲一下REBOOT 让这个树莓派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我现在通过 另外一台电脑端呢 连接到它 我们完全可以在刚才树莓派的那个界面 敲入我们所需要的代码 但是一行一行的敲代码 着实是太降低工作效率了 因为我们在其他你工作的电脑上 或者是你已经布置好的这个电脑上 你可以拷贝粘贴这种快捷方式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就输入SSH空格 py at 192.168.50.24 这个地方你要输你的那个树莓派的地址 回车 由于数字特别小 刚才看错了 还不是24 而是84 那我现在改过来 84 这个时候它就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 那我必须敲yes 密码 密码就是RasperryPi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是依照这位大神的资料 因为他的这个资料的内容比较晚 他一直到2020年 他还在更新这个资料 然后呢 那我就觉得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会更合适吧 他也是告诉我们使用的Raspbian的这个Basterlator的这个 这个版本 那现在咱们要执行 这些命令在这都有 那我就不再说了 现在这一步更新 咱们已经执行过了 那我现在考入这个命令 让我的树莓派能够支持HFS plus这个格式 就是日志式和扩展日志式 那我现在在这 我粘贴 回车 一个提示 yes 好 提示服务出来 结束 然后我们粘入第二个 把你的硬盘格式化成 一个名叫Time Machine的一个分区 粘贴 它执行 这个地方显示这个啊 一定要显示这个啊 显示你的这个券已经被安装上 一定要显示这个啊 这样的话是对的 而且这个地方要显示出你的这个容量啊 我的是1TB的 所以是显示931G 接下来我们考入这行代码 获得一个TM的一个权限 那我现在粘贴 这个没有什么提示 接下来它说显示出我们的这个UUID 之前咱们做融合硬盘的那集视频里已经有小伙伴们接触过UUID了啊 那我看一下我的UUID 注意这里边UUID一定是显示这个你的SDA2这个跟它对应的这个UUID 我把这个给拷贝一下 这个是我的UUID 其他的还有其他几行数字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不用去管 把这个拷贝一下 拷贝好我们把它放到剪贴板里 这个一会要要用 他说呢 咱们现在要编辑这个FSTAP这个文件 那我现在输入这个命令 好 这个就是这个文件的一个全貌 这个是一个文件的全貌 那咱们现在要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咱们使加完以后 看起来是这个文件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前面加上UUID 加上咱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部分是咱们自己的这个UUID的那个数字 移动光标移动到这个位置 回车 然后UUID 然后切换到剪贴板 把剪贴板里的这个给拷贝过来 粘贴进来 后边还有一些什么内容呢 还有这个斜杠Media 这后边的这个东西 我靠这个吧 粘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这个时候删好了以后 我们需要按住 Ctrl加X 点YES 然后是否存到这个文件 我们按回车 又回到这个界面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 刚才的这个TM的这个卷给mount上来 我现在敲这个 它没有任何显示 但是没关系 Linux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在这输入 DF 空格 减H 一定是在你的这个 DEVSDR 显示这个一个硬盘 显示一个硬盘 如果不显示的话 那就说明之前的这个UID 这个FB Type 这个写的这个过程 是有问题的 那咱们要重新回过去 要重新写一下 以上这些步骤都完成了以后 咱们要把咱们的这个 Net Talk给加上去 那我现在粘贴这个 我要回车 Net Talk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开源的一个 UNIX的一个组件 当然也是一个Linux的一个组件 它能很好的使你的苹果电脑 能够发现这个一些NAS 或者是一些网络当中的一个硬盘 其实苹果的那个时间胶囊呢 它是用一些AFP和SAMB 还有Apple Talk的这些协议 早期的是使用Apple Talk的一个协议 现在呢我们可以用这个Net Talk 来模拟这个协议 使之能够发现它 好 出现这个提示符就安装完成了 那我们还是要验证一下 Net Talk是不是真正的执行了 我现在输入这个以后 它弹出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大意呢 是说它现在使用的是 Net Talk的3.12的版本 这个应该是一个最新的版本 然后这个AFP的这个 Server Service Controller Domain 这个已经是成功的启动了 这里边呢 它除了支持这个Avihie 还有一些Spotlight 一些搜索的一些功能 下面这些就不用去 一一对应的去看了 然后咱们要执行这个命令 在这个config的这个文件后边 我们要加入一些东西 我现在把这个给贴进去 还是弹出了这样一个对话框 这个是让我们编辑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框 这个框的意思呢 它是说在 在这个主机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把这个DNS 加上这个MDNS4和MDNS 要使之成为这样的 看起来跟这个一样的一个表格 那我回到这个 对应了一下 好像的确咱们这个后边缺了这个 那我就把它给加上去 这个时候我退出这个 紧接着他说 要在这个AFP的配置文件后边 还要加上下边的这段内容 那我还得在这儿把这个盖码输进去 然后打开了这个 我现在就不看了 我直接把这个Global下面这些东西 我都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在这儿 我直接放到结尾吧 接下来他让我们执行这两个 Unix的一个协议 让他们使之运行起来 咱们还要编辑这个文件 那我还是把这个给写上 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提示 他他让咱们选择这个编辑器的一个种类 我选择第一个吧 这个时候这个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他说这个是把把这个附加上 那我就把这个整个给粘贴一下 不知道考到文件的结尾 可不可以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说明 好 那我现在我就 连一下 已经连上来了 看看我可不可以向里面考文件 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 显然它是止读的 那么呢 它一定是不能作为Time Machine来使用的 下面有一个排措 是使你的这个 卷获得一个 可读可写的一个权限 最后咱们再输一下 好 现在可以拷贝了 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 拷贝的速度是这样的 我现在可以在这个Time Machine的这个地方 指定这个网络硬盘 然后我选择使用这个网络硬盘 密码呢 就是 Pi和Raspary Pi 如果你当时在那个地方没改过密码 那你就直接就连接就可以了 连上以后已经选择了这个 卷作为这个Time Machine呢 那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让它备份 这个备份开始了 那么呢 老李想跟大家再闲聊几句 就是说 最近我发现在这个宝笔记本推出以后 因为它的这个硬盘呢 是使用的这个USB-C接口的硬盘 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不怎么愿意插这个硬盘 因为你像这种 这种它通常需要一系列的那个转接的那个接口 因为毕竟这个USB-C的硬盘还不是特别普遍 无论我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 还是在其他的国家 USB的硬盘 USB-C接口的硬盘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普遍 那么我就发现有很多人 他们宁愿使用网盘 或者是一些就是那种特别不稳定的网络连接 他们也不愿意去连接硬盘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电脑里边的资料不能及时的备份 你像这种电脑如果说它由于进水啊 或者由于毁损呢 里边的资料是极其难恢复的 所以我觉得用Time Machine是一个 用这个Time Capsule的这个方案呢 是非常适合家庭备份的 还有就是在中文世界呢 也有一些网页 他们在教把树莓派变成Time Machine的这么一个教程 我也看了很多 但是有很多他们在细节上并没有说的特别仔细 还有一些地方他们可以 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些很生硬的一些翻译 显然这些翻译呢 是来自于谷歌的一个自动翻译 在这里呢 我想再给大家提一下这个思路 就是如果说你想做一个东西 你找到一篇教程或者是一个工程文件 你看它适不适合你 你首先把它浏览一下 看一下它所提到的一些技术细节 是不是说你所了解的 还有就是说 你是不是能够看得懂 还有一些网页呢 他们在那个网页当中 是一个很精简的一个页面 如果说你对Linux没有一个很 长时间的一个使用基础的话呢 很显然这个可能你会受到一些阻碍 你不要说看它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 然后下面有一些留言 你就以照这个就开干 所以选择这个一定要 要有这么一个步骤吧 不然的话你会耽误很多时间 这让我想到一个 就咱们小的时候 经常听过的一个儿童文学 就小马过河 小马他不是在河边拖着麦子 然后他问了松鼠 问了那个老牛 老牛说你可以这个不怎么伸 就是到我腿肚子什么的 试想一下这件事 他在河边是碰到了松鼠和老牛 这两个跟他是体型差不多的 如果说他要是碰到了一个史前的霸王龙 霸王龙说你下去吧 这个水很浅 只到了我的脚面 小马扑腾一下跳到水里 那很显然这个以后就不会成为一个睡前故事 或者是儿童文学 这也就没有小马回到家问他妈妈 他妈妈说你应该自己尝试一下 对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 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暗黑的一个 一个儿童文学了 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首先来说 你考量一个技术文档的时候呢 你要斟酌一下和你自己的这个实力 这是我反复强调的 无论是你打开一些黑苹果的一些教程 还是你打开一些其他的一些教程 你首先要打开以后 你要觉得这个文章的结构 是你能够接受的 然后里边的一些谈吐的一些方式 以及解释的这个方式 你是能够理解的 然后你再以照它 再把你的时间花上去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 我的这个Time Machine呢 已经开始备份了 现在呢 这些硬件的成本在逐步的降低 我们的数据呢 和我们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这些记忆呢 就会变得越来越珍贵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认真谨慎的对待自己的这个 电脑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些资产吧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